美国总统拜登亲自组织 试图拉拢东盟国家 入伙印太战略 不仅让美国政界高官商界领袖 陪着东盟领导人共进午餐举行会谈 还宣布了约1.5亿美元的新投资 试图兜售其印太经济框架 据环球时报15时报道 东盟美国特别峰会是2016年以来 美国首次在其本土主办东盟特别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13日说 他与东盟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峰会 标志着美方与这一拥有10个成员国的集团的关系 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他声称美国与东盟的关系至关重要 为此拜登还宣布了一项拨款计划 承诺为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 安全防疫工作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提供约1.5亿美元 然而与美国信息对乌克兰 动辄400亿美元的援助相比 这笔投资似乎略显寒颤 华盛顿智库战队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 格雷哥里波林也说 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兴 相关承诺的外交信息也正在落地 但是委婉地说 1.5亿美元不会让任何人印象深刻 而且美国对东盟的支出与中国相比相形见处 中国仅去年11月就承诺 未来三年内向东盟提供15亿美元发展援助 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献刚指出 美国对于东盟的投入主要是象征性的 表示其合作意愿 他进一步分析说 美国目前把乌克兰问题看得非常重要 想要支撑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到底 实现牵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 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的经济现状 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美国对于东盟的投入其实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 鉴于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战略主导地位 且美国提供的经济机力有限 东盟国家仍对更坚定的与美国站在一起持谨慎态度 东盟的态度是坚持中立立场 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也不会轻易受美国的利用 事实上早在东盟峰会举办前 美方的机动就已着急东盟不满 先是单方面宣布峰会举办日期 后又被报未安排拜登与东盟领导人的双边会谈 柬埔寨首相顾问直言 拜登若真想提升关系 就应花更多时间与各国领导人会面 都应